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款曾经被视为最优秀暗黑赖克游戏的系列作品 火炬之光的曲折故事 从09年一代面试时的一名惊人 到12年顶着竞品暗黑三盛世 用过瘾的质量在口碑上吻压一朝 获得无数大奖 再到开发商服务工作室突然解散boss 续作火炬之光三合手游口碑稀烂 火炬之光IP像一颗短暂闪耀的流星划过天空 随后坠入凡尘 到底是谁铸救了他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如此短命 他与速敌暗黑系列又有着怎样的联系 今天我就和大家盘一盘 这其中的门道 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让我们先从火炬的开发商服务工作室和暴雪间的关系说起吧 在去年的网友室中 我曾用两期篇幅为大家详述了暗黑破坏神系列的前世今生 并回顾了暗黑一二的主要开发团队 北方暴雪是怎样陨落的 感兴趣的话不妨完整回顾一番 简单来说 北报本来是个由大卫布莱维克和斯卡夫兄弟创办的公司 名为图英 布莱维克做了暗黑一的策划案后 得到了暴雪高管来自资金和创意方面的支持 并最终将其收入麾下改名为北方暴雪 在开发完暗黑二后 北报的三名创始人和暗黑二的高级制作人比尔罗珀 向暴雪的母公司维望迪游戏施压 希望能获得更多的开发自主权 然而维望迪不吃这一套 直接将这几位老哥炒了鱿鱼 并造成了北报晚暗黑三的流产 斯人在离职后成立了旗舰工作室 试图东山再起 然而他们却再次与新公司的投资方 来自韩国的韩国软件 在开发进度和开发理念上产生了分歧 最终使得被寄予了厚望的地狱之门伦敦 质量不及预期 并导致了旗舰工作室于08年解散 北报四巨头的组合也分崩离析 其中小胖子比尔罗坡最为走运 他先在Cruptech工作室 做了一款超级英雄题材的网游 冠军Ona 随后离职加入迪士尼游戏 并升任副总裁 暗黑之父大卫布莱维克 则先是短暂参与了龙与地亚城Ona的开发 随后加入Gazillion Game 开发了漫威英雄 很多国内玩家误以为布莱维克在之后 去做了流放之路 因为POE国父公测时 曾宣传布莱维克作为荣誉顾问 加盟了开发团队GGG 但其实布莱维克 顶多只能算是给POE占了个台 并没有深入参与到他的开发之中 他自己的领英 也压根没有列出过这段 POE荣誉顾问的经历 暗黑之父做了POE 这只是个有些异乡情愿的说法 而且对于GGG的那些核心开发者们来说 很不公平 希望大家不要再传谣了 在罗珀和布莱维克选择单飞 以高管身份加入其他企业时 另外两位北方报写的创始人 也就是斯卡夫兄弟选择了创业 他们俩拉来了起见工作室的两名核心骨干 一同创立了符文工作室 一位名为彼得胡 另一位名为特拉维斯·鲍德瑞 彼得胡是地狱之门伦敦的主程序 在暗黑二时代就是北方报写的一员 那么特拉维斯·鲍德瑞又是谁呢 其实这个国内玩家很少听说过的老哥 才是火炬之光的真正开发核心 翻看他的工作经历 你会发现 他真的是个不折不扣的六边形战士 程序、美术、策划、音效制作人他全都做过 并且早在05年时 他就开发过一款与火鸡之光玩法十分相似的作品 Fate 啊不是行悦的Fate's Day Night 而是一款暗黑like玩法的RPG 那时鲍德瑞就职于Wild Tungent 一家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小游戏公司 当时公司的主要业 我是为一些知名品牌 如耐克、可口可乐 制作一些带有广告性质的Flash游戏 总数高达1000多款 也就是说 公司并不会为单款游戏配备太丰富的开发资源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鲍德瑞还是在短短5个月的时间内 就以唯一设计师和程序员的身份 开发出了Fate Fate的玩法与暗黑1非常相似 玩家从地面上的城镇出发 向着未知的地下迷宫不断探索 但在艺术风格上却截然不同 Fate主角的形象更Q一些 并且会有一只可爱的宠物狗 长半左右 宠物狗不仅可以帮助玩家战斗 还可以帮助玩家携带物品 将不需要的战利品带回主城售卖 宠物在战斗中不会死亡 血量归零之后会避战休息 等体力恢复之后重回战场 这个设定与怪猎中的艾鲁猫非常类似 但不同的是 Fate中玩家可以利用钓鱼系统 获得各种鱼类来改变宠物狗的外形 并提升它的能力 因为没有时间做多套主角模型 因此Fate中没有职业区分 玩家的属性技能仅由加点和装备来决定 他在死亡惩罚机制上相对友善 玩家只需要支付少量金币 就可以让角色复活 而不像在暗黑中会损失大量经验 甚至出现暴石丢装备的情况 Bordray这样设计的目的 是希望让那些休闲游戏玩家 轻松感受到暗黑类游戏的魅力 同时在高难度下 也对玩家的角色和操作有比较高的要求 事实证明Bordray的理念非常正确 Fate在Made Quiddink上 得到了80分的媒体分 及7.7的玩家粉 尽管有些玩家认为 如此可爱的画风不能称之为暗黑 但并不影响 这是一次将此类玩法推向 更广泛的受众的成功尝试 Fate的异军突起 引起了当时城里还没多久的 旗舰工作室的注意 他们正急需Bordray这样优秀的 暗黑类开发者加入 Bordray自然也愿意加入一个 倾向于重度游戏开发的公司 更何况是旗舰工作室 这样由暗黑创始人们组建起来的队伍呢 06年Bordray正式加入了旗舰 当时工作室手上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由旧金山本部负责的 地狱之门伦敦 另一个则是西雅图分部负责的神话 Bordray担任了神话的主策划意志 然而正当神话紧锣密鼓的开发时 地狱之门伦敦在07年上线之后的表现 却不尽如人意 任务重复 战斗单调 在玩家的质疑声中 比尔罗珀也承认这款游戏 仍是一个未完成品 地狱之门的失败 对工作室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他们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裁员 收回了后续开发权和发行权 这使得正潜心开发神话的Bordray 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在斯卡夫兄弟的建议和资助下 他们在西雅图建立了新公司符文游戏 并将神话项目组的14名成员 也全部收入麾下 斯卡夫兄弟愿意自掏腰包 建立符文工作室的目的也很简单 他们仍未放弃对MMO ARPG品类的追求 同时也非常欣赏Bordray的工作能力 不过很快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摆在了新公司面前 没钱 刚成立的符文游戏仅是一个20多人组成的小团队 而且经历了旗舰的破产风波 财政状况非常紧张 在全体成员的决策之下 他们认为现在的人力财力还不足以去实现一款多人在线游戏 于是工作室决定回到起点 先开发一款暗黑赖克的单机 作为公司筹措资金 在11个月的开发周期里 几乎所有人都在日以继夜的工作 Bordray更是再次小宇宙大爆发 设计 程序 美术样样做 甚至得到了一个外号 以一挡摆 Bordray的设计理念也贯彻到了这款被命名为 火炬之光的新游戏之中 在火炬一中我们能看到很多当年FIT的影子 卡通的美术风格 备受好评的钓鱼和宠物系统等 有了更多开发者的支持后 火炬一的整体游戏表现比FIT有了很大的提升 也有了职业 剧情和更流畅的战斗动画 游戏UI干净剪洁 打磨的恰到好处 当然这样去防化剪的设计 也不意味着火炬一旧缺乏深度 尽管游戏只有毁灭者 冒险者和魔法师三个职业 但每个职业三条不同的专精路线 还是给玩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BU的选择 游戏流程虽然不长 但游戏中还有研习自FIT的退休系统 玩家用一个角色通关后 可以将极品装备作为传家宝 延续给下一个角色开启新的周末 官方还为玩家提供了一个免费的MOD工具 火炬之光编辑器 从角色 物品信息 装备粒子特效到任务脚本 玩家可以自己动手丰富游戏世界 再加上快节奏战斗 丰富的战利品掉落 合成 附魔等暗黑的游戏最核心的玩法公式 火炬一并没有因为其体量和艺术风格的轻巧 而丢失最核心的玩法魅力 20美金的地链售价 也同样令国外的玩家们大呼良心 毕竟09年时 新版暗黑3还只不过是宣传片里的比 被吊起胃口又不愿意再打暗黑2的玩家们 非常渴望能有一款质量过得去的产品来填补空白 火炬之光一的出现就像一场及时雨 为大家带来一时的排遣 斯卡福兄弟北报创神的身份 也让游戏的推广毫不费力 最终使得火炬一在全球轻松拿下百万销量 在国内同样俘获了大批粉丝 一代的品质和开发效率 引来了资本市场的关注 2010年 谋求在北美投资开发多人游戏工作室的国内企业 玩美世界以840万美元注资浮纹游戏成为一期大股东 在获得注资后 符文工作室便开始筹备火炬之光的续作 许多粉丝向工作室提出意见 例如在续作中加入更多职业和承认地图 让角色拥有更多的可定制选项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加入多人合作模式 符文游戏对玩家们的反馈从善入流 因为这些也正是他们想要做的 在12年的一次来访中 麦克斯·斯卡夫表示 团队之所以决定开发火炬2 而将最初的MMO计划搁置 一是为了回馈玩家对火炬1的支持 二是考虑到多人合作会比MMO更容易实现 团队可以通过开发二代 继续为MMO的计划筹备资金 积累经验 2010年火炬2正式立项 开发团队扩大了规模 但二代游戏的开发 并没有因为人员的增多而变得轻松 用符文游戏后来的总裁 马什·莱夫勒在纪录片中的话说 当火炬2完成时 所有人都是双眼充血 想发了疯刺的 波德瑞还在二代开发期间 与莱夫勒一起做着 一代的360版一致工作 工期非常紧张 而且在游戏预计发售的时间点 还将撞上最大的劲敌 暗黑3 2012年5月15日 暗黑3正式发售 尽管暗黑3的制作团队 与二代相比 已然是大换血 但作为正统续作 它依然是让无数粉丝 心向往之的作品 发售24小时内 就卖出了350万份 那时火炬1的总销量 也就只有100多万套而已 照理来说 即便火炬2顶着斯卡夫兄弟的光环 撞上暗黑3 那也只能成为炮灰 毕竟两款游戏的制作体量 完全不在同一个层级 宣传资源更是没得比 然而暗黑3上线后的服务器断线问题 难度曲线的失衡 和拍卖行带来的pay to win争议 让游戏的口碑持续走低 不少对暗黑3失望至极的玩家们 开始将目光投在了火炬之光2上 2012年9月20日 在暗黑3发售4个月后 火炬之光2正式发售 玩法定位如此相似 且制作团队关系如此特殊的两款作品 自然不免被玩家们拿出来比较一番 比较后媒体和玩家们纷纷表示 还是火炬之光2更好 Gamespot8.5分 IGN9.1分 Made Quiddink均分88 与暗黑3打平 但在年度评选时 IGN干脆将最佳RPG的头衔给了他 而不是暗黑3 其原因 我觉得IGN评测中的一句评语 就非常贴切 火炬2没有做什么特别的革新 但是每个已有元素都处理的很出色 众多的怪物 有趣的物品 出色的技能设计 和随机元素的惊喜 结合起来变成了几近完美的公式 诚如其所说 革新并不等同于优秀 能将自己擅长的事做得更出色 也非常了不起 进入火炬2的世界 你就会发现 游戏除了添加了多人模式和新职业 整体的玩法系统和一代差异不大 以往颇受玩家好评的钓鱼 宠物 MOD工具均被保留下来 但是内容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技能数量翻倍 BOSE和小怪的数量翻了三倍 地图数量更是多了四倍 量变产生质变 二代的可玩性要比一代高出了好几个档次 况且火炬2在游戏中增加的内容 也完全基于玩家社区的建议 而且价格也是与一代持平的20美金 这么良心的作品自然是被买爆 销量在12年内就破了100万 最终在15年超过了300万份 对于国内玩家来说 火炬2则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由于MOD3必须全程联网 在当时未过审的情况下 需要开加速器去台服购买 网络延迟和加速器价格都是个问题 而火炬2则有离线模式 可以方便唱完 其实完美世界当时也在国内发售了正版火炬2 不过宣传力度不大就是了 接连两部作品的成功 将浮纹游戏的声望推向了巅峰 玩家与媒体也开始满心期待地盼望 他们可以基于火炬之光IP 开发他们一直想做的MMO ARPE的承诺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工作室已经具备了开发实力时 团队却对外宣布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 工作室短期内并没有开发火炬之光MMO的计划 许多玩家对此感到十分费解 你们之前一直说公司成立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完成一款MMO ARPEG吗 为何却在万事俱备指线东风时打起了退堂鼓 对此项目中鲍德瑞对外的说法是 情况与几年前已经有所不同 开发火炬之光2的内容 对于我们这种规模的团队而言 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此后立即进行MMO的研发 并不符合我们当前的愿景 有着同样想法的并不止鲍德瑞一人 当时团队中的大部分成员 都已经对开发暗黑赖游戏感到厌倦 一直在从事这一品类的工作 更不用提鲍德瑞和暗黑创始人斯卡夫兄弟 这样做了20年的老将 玩家们看到的只有09到12年这两款游戏 可核心骨干们已经做了5款类似的产品了 而且无论是暗黑1、2、神话 亦或是火炬1、2 每一次谈及开发过程 大家都在说加班与爆肝 长年的超高工作强度让大家身心俱疲 逐渐的团队对公司未来的开发方向产生了分歧 14年两名创始人鲍德瑞和爱里斯斯卡夫 率先离开了公司 当然这是一次十分友好的分手 鲍德瑞离开的另一个原因 是他一直醉心于小团队的开发模式 开发火炬之光二期间的公司扩张 也令他感到非常不适应 两人在离开之后 又携手创办了一家名叫双倍伤害的公司 仍是一家小作坊 鲍德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 公司新成立后 他依旧亲以亲为 2015年时 双倍伤害发行了太空飞行战斗题材的 勇闯银河系 并于19年推出了续作 勇闯银河系 不法之徒 两代作品都可称得上是 同类题材中的上乘之作 这位为火炬之光系列注入灵魂的人物 也就此为他和暗黑游戏的缘分 画上了句号 告别了鲍德瑞之后的符文游戏 选择不再为火炬之光开发续作 其实早在12年火炬之光2完成后 团队就立项了一个新的项目 一款意志类的平台解谜类游戏 迷城之光 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类别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全新的挑战重新激发起了团队的热情 在鲍德瑞离开后 火炬2的关卡设计师帕特里克布兰克 和程序员马什洛夫来成为了项目负责人 迷城之光的研发进度 比火炬之光2宽松了很多 团队成员有足够多的时间 去将一些独特的理念注入游戏 比如像风之旅人那样 以无文本的形式来向玩家讲述故事 动画师可以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去创建各种奇特的怪物 历史五年的研发 游戏最终于17年9月正式上市 迷城之光初给人的印象确实非常惊艳 无论是清晰的画风还是精巧的地图设计 都令人未知眼前一亮 但工作室对解谜类游戏设计的经验不足 也在游戏流程中体现了出来 战斗系统比较单一乏味 玩家基本一直在重复着翻滚和挥剑两个动作 游戏采用了俯视角 导致玩家在进行一些平台跳跃时 视野比较别扭 游戏的养成要素也不够丰富 虽然可以通过收集碎片来升级主角的剑 但也只是单纯的提升威力 单调的战斗也让武器的升级显得比较鸡肋 另外就是游戏无闻本的设定 也是把双刃剑 这种通过动画演出和周围环境叙事的方式 确实可以让一些玩家享受探索感和沉浸感 但对于不吃这一套的玩家来说 这就是一场莫大的灾难 让人对剧情一头雾水 团队原本是想效仿塞尔达系列 做一款将解谜和战斗平衡的很好的游戏 但显然最后的成品并不尽如人意 尽管《迷城之光》的艺术风格和亲民的价格 还是得到了一些玩家的认可 可商业表现还是难以和受众更广的《火炬之光》系列相比 五年的开发周期也远长于他们之前的作品 这样的结果当然很难让员工满意 何况在这五年间 《火炬之光》也没有给工作室带来持续的收益 浮问游戏的接任总裁马什·莱夫勒 在118年的一次采访中 他也做出了反思 他认为工作室最大的失误 就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古老的思维定时 他们在开发《火炬之光》时会专注这一个项目 而当游戏完成时 他们又会全力投身到下一个项目 忽略了继续去迭代先前的游戏 这一点上《暗黑3》和《流氓之路》就做得很好 他们会通过赛季和DLC来持续优化游戏 莱夫勒也承认 《暗黑3》在《夺魂之联》的版本更新之后 要比《火炬之光》二强上很多 而且《迷城之光》这样的线性流程产品开发中 他们不能与用户社区保持沟通 这使得他们有些脱离群众了 尽管《复闻工作室》从未将自己视为北方暴雪的精神传人 但玩家们还是把他们的作品视作北暴遗孤 希望他们能持续在《暗黑赖》领域多做探索 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复闻工作室》并没有满足大家的期待 但《暗黑3》逐步通过更新逆转口碑之时 长久没有更新的《火炬之光》二渐渐淡出了玩家的视野 核心员工也纷纷离职 失去了主星谷的符文游戏最终于17年11月被完美关闭 尽管结果令人惋惜 但完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 至少完美给了团队5年的自由创作空间 让他们完成了《迷城之光》 并且在不少核心谷干离职后 也投资了他们的新公司 在这一点上要比当年维望迪强上太多 当然完美当年就是看中了《火炬之光》这个IP 才收购了工作室 又怎会不利用IP的价值呢 15年由完美自己研发了一款《火炬之光》移动版 刚亮相时 游戏还在15年的《科隆展》上 获得了最佳MMORPG移动游戏奖 但当16年底正式发行之后 大家发现这游戏完全成了个二流国产山寨之作 画面落伍 关卡短小不说 VIP等级 战力 体力限制 宠物升星等熟悉的手游套路 一股脑的塞进了游戏 端有《火炬之光》那种简单轻快 异于上手的体验也就不复存在了 完美也对这款游戏没抱太大期望 上线后就采取了放养的姿态 长期排外在畅销榜500名左右 然而《火炬之光》的故事还未就此画上句号 随着工作室的解散 就当玩家以为《火炬之光》系列 不会在PC端再出续作之际 2010年10月 阔别八年之久的续作《火炬之光3》突然发售了 符文游戏都解散了 这款续作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年符文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厌倦了《火炬之光》的开发 但大部分并不是全部 至少有一个人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开发《火炬MMO》的念头 那就是斯卡夫兄弟中的麦克斯斯卡夫 现在知道为啥当年跟着鲍德瑞一块走的 只有一个斯卡夫了吧 由于当时公司大部分的资源都被用于谜称之光的开发 而且少了鲍德瑞 MMO计划也很难推进 麦克斯只得选择于16年离开的符文 自己创办了一家名为Extra Games的企业 并揭示了《完美世界》的注资 原因多半是麦克斯为了从《完美世界》那里 拿到《火炬之光》IP的授权 在一轮招兵买马之后 项目终于正式启动 并定名为《火炬之光》前线 游戏最开始对外宣称的是免费模式 但在2020年1月游戏即将发售之际 Extra和《完美》又将游戏改名为了《火炬之光》3 麦克斯斯卡夫在采访中表示 经过公司测试员工的反馈 他们认为这款游戏应该作为 《火炬一》和《火炬二》的真正继承者 因此工作室决定将游戏模式 也彻底改为线性流程的ARPG 好家伙 折腾了一大圈 结果当初大家说好的《火炬之光》MMO 到头来还是没整出来 不做MMO也罢 毕竟玩家前两代的情怀还在 如果游戏能像二代那样 在一代的基础上做加法 或许也会是一个还不错的作品 然而当游戏在去年10月正式发售后 Steam上的评价却是多半差评 不少玩家大呼失望 也许是从MMO半路推翻改成买断制单机的原因 游戏的画面和八年前的二代相比 竟然进不了了 甚至火炬三在EA期间 还犯了当年暗黑三首发时的错误 全程联网加服务器炸裂 新加入的家园系统也相当鸡肋 起到的基本作用就是锻造和装饰 并通过摆放一些物品来增强人物属性 而且火炬三正式发售后的价格 也是火炬二的两倍 性价比大不如前 只能说实力有限的Extra Games 确实无法在短时间内 做出远胜于火炬二的作品吧 比起从13年起 就不断更新迭代的暗黑列网游POE 06年发售到19年 还有DLC问世的泰坦之旅 由前泰坦之旅团队于16年推出 神级MOD频出的恐怖黎明 火炬之光在后来 确实从商业理念和开发思路上 落后了同行太多 纵使它多少保留了一些北方暴雪的基因 但却没有能够长期稳定的 在这一领域钻研下去 说到底 内容量才是决定这类游戏实力的根本性要素 鲍德瑞这样一手递到了系列的天才开发者 更是不愿被一件事所束缚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火炬之光或许真的只能成为一个 逐渐远去的美好回忆了 好的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资料搜集不易 如果觉得有帮助 请大家多多点赞收藏支持一波 下一期是割了很久的孙子兵法节目 为大家剖析轰动一时的热血传奇著作权纠纷案 非常精彩 千万不要错过哦